各位家长,小六应届生,大家好,我是华侨中学双文化课程教育咨询木木老师 感谢大家对此课程的兴趣 想必坐在屏幕前的你应该是对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 同时具备一定的语文能力 另外,你期待通过双文化课程为自己开拓多姿多彩的中学高中生涯 更希望在六年后成功发掘自己在双与双文化的潜能 迈入理想的大学与职场 那么就请你加入我们华中的双文化大家庭吧 华中双文化课程在过去的十年里 极力为国家栽培了不少双语双文化人才 无论是在教育界、商界、政界都能够明显看到华中双语精英的足迹 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对于每个选修双文化课程的华中学生 学校将多款旗下 栽培学生成为国家未来双语双文化领袖 继续引领新加坡搭建国际桥梁 开拓新契机 随着中国的崛起 新加坡与中国的建交 让我们在东南亚成为了重要的文化、外交以及经济交流据点 华中双文化课程针对学生对于新加坡本土文化的了解 中国面貌的认识 东西文化的热爱与精通 21世纪技能以及全球视野进行全方位的培育 让新加坡仍旧能够带动东南亚继续与中国维持良好合作关系 学生在低年级时将会通过华文文学接触中华文化以及经典民主 为日后在高年级的双文化课程打下基础 高年级必修课包括了中国通识以及文学 文学方面,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 选择继续研修华文文学或接触英文文学来认识西方文化 对于中华文化的诠释 另外,学生步入高年级课程后 也有机会进行课题研究、论文撰写 更早地接触学术性的研究技巧 锻炼其思维、开拓视野、强化语文能力 此外,由校内以及教育部主办的各种活动 都提供学生与资深文化工作人、外交官、职呈中西的企业家等 切磋交流的平台 论文撰写是双文化课程的特色项目之一 学校都会安排导师一对一的为应届生进行督导的工作 中士毕业生提交了论文后 将会经由教师团的筛选 向教育部提交优异作品 决逐年度的教育部论文奖项 这是我们2019年的获奖名单 从获奖名单上可看见学生所涉略的研究课题 新颖、范围广、从政治到文化、数码科技到生活五花八门 这是我们致力追求的 通过课程内容开拓学生的视野 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平台展现对双文化的独特诠释 这是2019年校内专题作业 获班特优奖项的双文化学生研究报告 同样的但是题目的广度以及深度 就能够很好的说明学生在课程内所接触到的启发 从而培育出了对双文化以及语文的热爱 以下是华中双文化课程几位优秀的学长 首先是戴凯真 凯真在中四那年获颁了教育部双文化论文的最佳论文奖 并在双文化研讨会主场上发表了自己的论文 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的好评 另外与凯真同届的李宗林学长 发挥了自己语文上的特长 通过了广播剧探讨了现代价值观 夺得了冠军 谁说双文化课程的学长都只是文周周的文艺青年呢 吴优是今年的双文化中四学长 除了是国家少年提滑艇队代表之一 吴优也是华中记者团的成员 双文化的学生能文能武 志勇双全 你也可能是下一个吴优哦 为了让学生能够身经百战 学校也支持双文化学生参加全国性的创作比赛 双语模拟联合国 让学生练就一身武艺 迎向日后的挑战 海外进入是双文化课程的另一项特色 高年级的学生一共有二到三次的进入活动机会 一般中三年底 学生会参与约六周的中国进入 为了配合课程上的需要 学校也正筹备包括一次到东南亚地区的进入活动 进入活动主要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 在最到位的环境中感受中国的文化气息 接触当地人的生活 透视中国的发展 学生所参观的景点中最具特色的是一般人 所被严禁的中央企业 这些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也只有双文化课程的学生拥有这样的特权 中四的学生则会在年底的假期 有机会到美国进入约两周的时间 通过与当地学生的交流 我们的学生也对于自己的学习 有了不少的启发 教育部也为双文化课程特别提供了奖学金 学生必须在中二年底选修双文化课程 才能申请奖学金 奖学金是四年制的 即使没有成功申请奖学金 学生还是能够修读双文化课程 并在升上高中后可以再度提交申请 奖学金的好处就是在许多的经费上 都能获得教育部的资助 包括海外进入活动 大部分的费用也都一并由教育部承担 当然奖学金得主都有它必须履行的义务 感谢各位的聆听 我们欢迎有兴趣的小六应届生前来报名 申请加入我们双文化大家庭 在疫情仍然肆虐的期间 双文化的学长也要再三叮嘱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期待与学弟们见面 若有任何疑问 欢迎致电双文化课程的任何一位负责老师 我们将尽全力协助您解答疑问 谢谢 再见